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希望让来访的游客认识不一样的北投 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北投在地人文 北投故事务团队与北投社区大学合作 利用闲置教室定期举办活动 希望让来访游客与在地居民更了解北投 这么多的游客来 他到底是来走马参观还是真的认识北投了 大家一提到北投就知道温泉 除了温泉之外还有什么 其实北投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文啊历史的故事 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北投故事的空间 这个想象来传述这些东西 透过每个月定期举办一次特色主题的活动 打造深具教育意义的学习环境 让参与民众从故事中获取新知 这些特色主题包括带领民众深入北投 学习温泉以外的在地文化 活动中也讲述绿色议题 提及空污问题也教导民众人体呼吸循环的知识 与检疫体制能的动作 每次活动中也有亲子一同参与 使过程更加生动活泼 那这一次最主要就是空污的问题 环境的议题 那环境的议题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士风老师 他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那我呢是针对我们个人 如何应付这样子的环境 来做我们身体的体制能增加 北投故事屋的成立 期待借由不同故事主题 让大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增长见闻 也更深入认识北投 阅评论北投 会议委員在 lou 政识州白浦 关 quo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